好,接著要講所謂的折射定律 光或者波動發生折射的時候都會遵守折射定律 折射定律一樣有兩點 第一點叫做入射線、折射線跟法線在同一個平面 入射線跟折射線在法線的兩側 這個有人會畫圖考你 畫在同一側就是不對的,要畫在兩側 OK 然後第二點比較重要叫做角度比較大的代表光速比較快 角度比較大的代表光速 這在高中有個折射率 這個角度有個關係,這個關係叫折射率 有個數學式子 這我們國中沒有教 國中只要知道角度比較大的代表什麼意思 光速比較快就可以了 沒有成正比啊 不是角度兩倍光速兩倍,沒有成正比 可是你要知道角度大就代表光速就可以了 那一樣,名詞嘛 入射線、折射線、還有法線、還有入射角跟折射角 跟反射定律的名詞很類似 什麼叫入射線? 入射光前進方向 入射線、入射光前進方向 是不是跟反射定律一樣? 那什麼叫折射線? 那入射線叫做入射光前進方向 那折射線呢? 就是折射光前進方向 折射線、折射光前進方向 折射線、折射光前進方向 那什麼叫做法線呢? 我們叫做法線呢? 我們叫做法線有什麼意思? 垂直嘛 這法線有什麼意思? 垂直交界面的線 在那個撞到那一點 垂直交界面的線叫法線 垂直交界面的線叫做所謂的法線 所以入射線是入射光前進方向 好,入射線是入射光前進方向 折射線就是折射光的前進方向 比照辦理,對不對? 好,然後呢 法線就是垂直交界面的直線 叫做折射定律低一點 入射線、折射線跟法線在同一個平面 入射線、折射線在法線的兩側 OK? 第二個叫做 入射角跟折射角大的代表光速比較快 那什麼叫入射角? 跟反應定律一樣 什麼叫入射角? 什麼叫入射角? 入射線 入射線跟法線的夾角 入射線跟法線 這邊叫入射角 入射線跟法線夾角 這叫做入射角 OK? 那同理 那什麼叫折射角? 反射線 反射線 折射角 折射線跟法線的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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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名詞就解釋完了 然後重點就是 第二個重點叫做 入射角、折射角比較大的代表什麼意思? 光速比較快 OK? 好 了解你的名詞的意義 知道折射定律 尤其是第二點 OK 角度大的代表光速快 然後來 但有人不是用這個講法 是用所謂的偏向法線 上面是快戒指 下面是慢戒指 所以折射角變小 所以線是怎樣? 偏向法線 所以有的題目 不是用所謂的角度 是跟你講說 偏向法線 或者是偏離法線 上面快 下面慢 所以折射線會怎樣? 偏向法線 那如果上面慢 下面快呢? 就會變大 角度會變大 就會偏離法線 就會偏離法線 所以有的 題目的寫法是用寫偏向法線 或者偏離法線 或者問你 他是偏向法線 還是偏離法線 就是角度小 就偏向法線 角度大就會偏離法線 OK? 然後呢? 所以我們剛剛講過了 因為角度的關 代表光速的快慢 所以你如果角度越大 代表光速越快 角度越大 就會越偏離法線 所以看圖就會曉得 誰的光速比較快 誰的光速比較慢 就是考試的題目的出法之一 我看角度大小 就知道光速誰快 誰慢 所以角度越大 就是越偏離法線 代表光速越快 考試畫圖給你 問你誰光速快 看圖的角度比較怎樣 大 就知道 所以就是考試的出法 OK? 看角度誰大 誰越偏離法線 就代表它的光速就越快 就是我們判斷光速快慢的方法 就是折射定義的考試愛考的提起 就是這個 OK? 所以這裡有空氣跟水 好 我沒有讓你背過有沒有 光速怎麼樣 真空大於空 空氣大於水大於玻璃對不對 所以空氣快水比較慢 所以呢 左邊呢是從水受到空氣 慢進到快 角度要變大會偏離法線 右邊呢是空氣受到水 從快進到慢 所以角度要變小會偏下法線 OK? 那如果這樣欸 如果垂直呢 如果垂直呢 剛剛講說垂直就怎樣 沒有折射 所以垂直就沒有折射 就直接進去 直直的進去 直直的進去 直接進去了 所以剛剛講過一個重點 考過的重點 垂直入射的時候沒有折射現象 這就是有關於折射定律的部分 有關於折射定律的部分 OK嗎? 重點是什麼? 弱射角折射角比較大 代表什麼意思? 光速比較跨 所以角度如果越大 越偏離法線 就代表光速就會越跨 就是我們用來判斷 它的光速快速的方法 就是考試的提醒 OK嗎? OK?